我們本身這個會是玩一些古代的 BMX 產品 其實我們都是想將以前80 年代玩過的東西 將它再帶出來給別人聽 我們現在還要繼續玩這東西 其實本身它是70 年代的時候有這款單車 最流行的時期應該是80 年代 因為一套ET 大脅到全地球的人都去玩這件事 80 年代的時候 香港其實都很生氣 其實很多時候我都是看它先中毒的東西 聽它這套戲 入魔 讓它吸引到要即時到處找一部回來玩這件事 以前因為沒有那麼多人肯放出來賣 我一直都找了很多年 其實它有出伏黑板的我都擁有過 但始終你玩的Vintage 產品 你的心似乎是差一點 你怎麽都要找回一架 真是舊款的Vintage 很慶幸2016年有個師兄 他就不保存 就買了給我 我終於擁有它 其實玩新款的那些 是不會有一架是一模一樣的 那它好玩就好玩就好玩就好玩 不是說新物品不好 但是沒有價值 因為始終你現在是科技太發達 你可以每人都做到它出來 是做到一模一樣 或者一架單車 我有錢 每人扔十萬元出來 我可以吸到一架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你玩這件事就是 你有錢大家都是扔同一個價錢出來 但可能大家都未必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所以Vintage 就是有一件事 就是不會有人跟你有同一件事 我想不止我其他人玩Vintage 玩電單車、私家車都是 是食油、是攔製、是維修費貴 但是因為自己喜歡 那就不用理人了 總之我總之就是 自己玩的東西 不要影響到別人 我覺得OK